红莲嫁给我大哥当冲洗娘子的时候 我才六岁 因他是个傻子 京城上下没人瞧得起他 直到那一年 他做了件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事 从那以后 只要说起他 满金贵咒 没有不夸的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猫猫会持续更新好看的完结文 感谢支持 证文现在开始 大哥一出事就身子弱 祖父在世时为他请变了名医 这才勉强将他养到十八 老人们都说 他这身子太弱 弱不冲冲洗 怕是扛到弱冠 于是母亲四处打听 最后订了京郊一农户的女儿 许红莲 红莲过门的时候 侯府上下张灯结彩 宾客们都笑呵呵的与我们道喜 可我觉得 他们脸上的笑还带着别的意思 但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又琢磨不出来 我想不明白 便去问母亲身边的刘莫吗 他是母亲的陪嫁 家里的事就没有他不知晓的 往日我有什么不懂的去问他 他都打 只是这一次 他摸了摸我的头 只叹气 不说话 一直到大家伙 送了大哥与新娘子入新房 我都没能得到答案 夜里睡觉时 我脑海里总会出现那些宾客的脸 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便披了衣裳 捏手捏脚的去了母亲屋里 我本是想与他一块睡的 只是才刚进门 我就听到他在哭 都是我不好 若不是我 阿燕也不至于这么苦 陷下满京城的人都笑他 堂堂世子 去取了个泥腿子 他说这就哭得更厉害了 阿燕就是我大哥 爹娘感情向来好 但就是子嗣不多 大哥都是二了 他们才又生了我 大哥是个药罐子 我又跟个豆芽菜似的 六岁了 还不如配国功夫的小七高 要知道 小七才四岁呢 每每说起我与大哥 母亲总是要落泪 她说 这都是她的错 没将我们哥俩养好 我刚要进去宽慰她 就听到父亲叹了一口气 那孩子八字最适合阿燕 虽说傻了些 但只要她能好好地与阿燕过日子 便也不错了 听了这话 我突然就明白 那些宾客为何要那样笑了 原来大哥的新娘子是个傻子 红莲的确是跟别人都不一样 她不喜欢我叫她嫂嫂 要我叫她名字 她不识字 也不会真现活 世家姑娘都会的琴气书画 就更不用说了 她连琴都没见过 小七都能被三字经了 她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新婚第二日 她给父亲母亲敬茶的时候 也不会行礼 只磕头 我见她磕得那么用力 都有些担心 她会不会把脑袋磕坏 不过她会的也很多 她会翻地 会玉菜秧 还会养小鸡 小鸭 她厨艺也不错 极其普通的萝卜 被她切成细细的丝 热锅冷油一炒 盛起来 再煎几个鸡蛋 放滚水打汤 再将炒好的萝卜丝放进去 盖盖煮个半克中 香味就钻进我鼻子里了 喝一口那汤 眉毛都差点掀掉 她还会用草叶子 给我编蚂蚱 编小鸟 因她不会管家 也怕父亲 母亲 所以平日里 她很少出门 大哥在屋子里 看书写字的时候 她就坐在边上犯困 实在坐不住了 她就会扛着锄头 到隔壁院子里翻土 那院子原本是给她自己住的 她说太大了 一个人住不习惯 大哥便叫人 将她的东西 都搬到了她的院子里 那院子就空了出来 给她种菜 养鸡鸭 每当她扛着锄头 路过我这头 我就甩掉长篇大论的先生 偷偷溜过去找她 我看着她 在日头下翻土 种菜 不解的问 府里有采买的管事呢 管事会买菜 你种这些作生 太阳那么大 晒死个人 她一听这话 就抬头看了看天 见太阳的确大 便跑去池子边 摘了一朵荷叶 放在我头上 又歪着脑袋 仔细打量我 既然日头晒不到我了 她扭头又继续种菜 我看着她 将菜苗都种下去 又看着她 去给小鸡早门喂食 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供过着时间差不多了 就想溜回去 赶先生布置的功课 可一回头 就看到了面 沉如水的母亲 红莲见了母亲 也赶紧放下手里的锄头 局促地站在原地 半晌不敢说话 母亲定定地看着红莲 面上看不出喜怒 听巧姑说 这一个多月来 你从未与阿燕远访 巧姑是府里新来的一个嬷嬷 柳嬷嬷嬷说 她是烟洗嬷嬷 负责大哥院子里的事 我不懂什么是远访 但光看母亲这个表情 我就知道她怕是跟我一样 也闯祸了 因为我每次闯祸的时候 母亲就会这样严肃 说话呀 母亲见红莲半晌不吭声 都有些急了 你可是嫌阿燕身子骨不好 不 不闲的 红莲摇头 母亲听了这话 脸上表情稍微松了些 但依旧不高兴 鸡不闲 为何这么久了 不曾远访 先前我就跟你爹娘说好了的 你嫁过来 就是要好好与阿燕过日子的 怎的一进了门 就变卦 不变卦的 红莲急切地抬起头 我娘说 姑爷身子骨弱一些 要好好养 养好了在娃娃里 说到这里 她就定定地看向那些 在追逐打闹的小鸡 要养了 鸡仔大了 都给她吃 身子就好了 母亲愣了一下 你养这些鸡鸭 就是为了给阿燕补身子 红莲的注意力 依旧在那些小鸡身上 但她点了点头 红莲对大哥的确很好 她知道大哥爱干净 所以一天擦大哥的说案三遍 她种的菜 也是先给大哥吃 老母鸡下的袋 她也攒着 攒够了二十个 就开始变招法给大哥做 或煎 或蒸 或炒 日日不重样 她还不许大哥吃人参 陆蓉 每每大夫来劝 她就耿着脖子 跟大夫吵 独着咧 不吃 哎呀 柿子身子虚弱的很 若没这些滋补的吊着 不行的 就是不吃 你走 都走 那几个老大夫 气得直跺脚 最后只能去找大哥 可大哥也愿意听他的 他说不吃 他就一口都不吃 除此以外 他还每日拉着大哥 坐在他菜地跟前晒太阳 有时候我偷溜过去了 就看到大哥坐在那 看他翻地 见我来了 他就照例给我摘一朵荷叶 唯恐日头晒着我 可一个夏天过去了 我从未见他给大哥遮痒 入了秋 大哥就不能光坐在菜地跟前 看他干活了 他不知从哪 弄了另外一把锄头 叫大哥也脱了鞋袜去翻地 大哥没拒绝 父亲 母亲事后得知此事 也没阻拦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 大夫都说 大哥断不得人身 鹿绒 可他都已经好几个月不吃了 身子却没变差 没变差不说 气色还好了不少 母亲见了 很是欢喜 他与父亲说 多亏你拦着了我 不叫我插手他们夫妻俩的事 你瞧瞧 他们现在多好 没等父亲接话 他又说 原本我还有些担心 阿燕会嫌弃他的出身 也怕他嫌弃我们阿燕身体差 谁承想 他们俩还真能过到一块去 只要他们两口子能好好的 我这心呀 就踏实多了 都与你说了 红莲的八字很适合阿燕 父亲摸了摸胡须 没再多说什么 入了冬 天就渐渐冷了 红莲的菜地早就空荡荡的 鸡鸭鹅也都被他赶进了鸡卷 只有太阳大的时候 他才放他们出来 人进他书房了 就算是父亲也不行 可红莲在里头东摸摸 吸碰碰的 他也不生气 他还亲自教红莲写字 只是他的字着实太难看了 用小七的话来说 那些刚付出来的小金 在纸上跑两趟 最后出来的笔画 都要比他写的工整鞋 小七并非笑话他 有时他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架势 小小年纪就跟先生似的 拿着毛笔一笔一画地教他写 倒是外头的人 每每在宴会上见了他 总要过来打趣几句 有问他娘家 今年地里产出几何的 也有问他养的鸡鸭 可有被大雪冻死的 有些人更是直接问他 这侯府大娘子当得可高兴 他们问这些话的时候 眼底里都是细血 我赶忙将他护在身后 只是没等我开枪 他就一句一句地答了 去年光景好 我们家的粮食比往年要多一些 鸡鸭都好呢 雪是大了些 但我修了鸡卷 鸡圈里有很多干草 动不着它们 只是这大娘子不好当 我不懂规矩 也不会琴棋书画 每次出来 都怕给侯府添麻烦 也怕你们笑话我呢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表情很是认真 压根就没有别的意思 那些问话的人听了 一个个脸上善善的 最后都寻了借口散开 回府的路上 他有些局促地问我 我是不是给家里丢脸了 我果断地摇头 才没有 红莲可厉害了 满场的官卷 就你会种地会养鸡鸭 他们都不如你 没给家里丢人就好 他说着就长说了一口气 可从这一日开始 原本每日只写一个时辰大字的他 也加练到两个时辰 那时我就觉得 红莲一点也不傻 他可聪明了 到了来年开春 他的字不再像 吃多久到处乱躺的鸡 起码是能站起来的了 他还问我与小七 请个交琴棋书画的先生 要多少银子 他想学 但钱不够 得多种些东西 卖了好攒钱请先生 小七看了看他 那双常年干活的手 为难地说 扫扫 要不不学了吧 我也觉得 红莲学这个不合适 他这双手 可以翻地 可以喂鸡鸭 也可以烧菜 就是无法拨弄琴弦 但他不死心 大哥见他想学 便手把手地交 这一交 就从春节交到了四月 最后他的琴声 还是处于能要人性命的极端 画画就更不用说了 每次他让我看他的画作 我连蒙带菜半日 都猜不出不准 下棋也一样 我与小七陪着他下了几个月 他最后还是喜欢将棋子 放在四方阁里头 渐渐的 他收了学琴棋书画的心 只一心练字 外加捣咕他那院子 只是还没入下 母亲就不许他扛了锄头到处跑了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肚子里有小娃娃了 红莲怀孕 最高兴的就是大哥 原本这一年多来 他与红莲 基本上就是日日都凑在一块的 如今他肚子里有了小娃娃 大哥更是洗得每餐 都多吃了半碗饭 这日红莲去那院子里看鸡鸭 大哥就与父亲 母亲说 我是要活下去的 他待我极好 我不能丢下他自己一个 母亲听了这话 就拿着帕子抹眼泪 母亲 你也别嫌他没规矩 伺候不了您 大哥一说起红莲 眼里就没了冷意 他打小就在村子里长大 自由自在的 若不是嫁给了我 他哪里要遭那么多人的冷嘲热讽 这几个月我不在 您多护着他一些 我听到这里 就愣住了 大哥 你要去哪里 大哥摸了摸我的脑袋 阿玉 大哥要离府几个月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要照顾好嫂嫂 不要淘气 大哥是三日后离开的侯府 他走的时候 红莲眼眶红通通的 从那一日开始 他每天一起来 就是站在侯府大门口 巴巴地望着大街 母亲 父亲怕他思虑过度 会动了胎气 便轮番劝 好让他早点回去歇息 但他都不听 依旧日日在门口等 等半个时辰 他才回那院子里 试弄菜地 原本母亲是不乐意 他干这些活了的 但看到他日日巴巴地 站在大门口等大哥回来 母亲还是很不下心去拦他 这日红莲提着一篮子的鸡蛋 到了我院子里来 他将鸡蛋都放在我跟前 你吃 我数了数 篮子里刚好有20个鸡蛋 我想了想 到 红莲 要不咱们再攒攒 等大哥回来了 他就能吃上了 他果断地摇头 暗咽还要70天才能回来 放不到那个时候 你吃 听到他这话 我也有些想哭 他算数不好 但清楚地记得 大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但我忍住了 没当着他的面哭 我假装要去找先生 避开了他 再去找的母亲 母亲 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他一走 红莲都瘦了 他给大哥攒了不少鸡蛋呢 他得快些回来 母亲闻言 眼里泪光闪烁 快了 快了 你为什么哭 傻孩子 娘没哭 娘是高兴 刘嬷嬷见母亲情绪上来了 便将我带出了屋子 我问他 母亲到底为什么哭 二公子 夫人哭 一半是因为世子 一半是因为世子夫人 刘嬷嬷与我说了很多很多 他说 大哥离开家里三个月 是为了治病 祖父百年之前 就在南平找到了神医 那神医年纪大了 不好舟车劳顿 给大哥过去 但那时大哥一直不愿意去看 还说一切都是命定好了的 杨嬷嬷要收了他的命 谁都阻拦不了 可如今世子遇上世子夫人 又想活下去的念头了 夫人自然是高兴的 不过世子夫人刚有身孕 世子一走就要三个月 他也心疼世子夫人呢 最后 刘嬷嬷与我说 二公子 您也是个贴心的 世子夫人怕及了侯爷与夫人 却不怕您 如今世子不在 您就多多陪着世子夫人 可好 那自然是极好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日日陪着红莲 他练子的时候 我陪着他一块练 他种地的时候 我也在边上帮忙 有时候小七过来了 也会与我们一起 日子就这么一日一日的过去 红莲的小妇也微微有了些弧度 只是大哥还没回来 京城就乱了 七月底八月初 京城四周突然就有人染了十亿 待在朝廷查清楚 这十亿的来源 京城里也有不少人被传染了 听大夫说 那些个感染了十亿的人 先是上土下泄 随后是反复高热 京城内外人心惶惶 红莲不知十亿是什么 但他听说人留在外头很危险 就冲到了父亲的院子里 平日里他怕急了父亲 只要与父亲一块用饭 他是筷子都不敢多动一下的 后头父亲发现了这一点 便也极少出现在他跟前 如今见他亲自来找自己 父亲很是意外 还以为他是肚子不舒服了 可是哪里不舒服 红莲一听这话 眼泪刷了一下就落了下来 他一手摸着肚子 一手扯父亲的衣袖 阿燕 回来 阿燕 回来 他来来去去 就是这么几个字 可父亲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放心 我前些日子就已经派人去接了 最多十日 阿燕便会回来 一听十日后 大哥就能回来 红莲的心才稍稍踏实了些 十日不到 大哥就回来了 一看到大哥 红莲就满心欢喜地 将他带到了那院子里 他指着那些绿油油的青菜 还有满院子晃油的鸡鸭 喜滋滋到 都给你做 大哥见他心里眼里都是自己 也欢喜得很 只是他们高兴不到半个时辰 大哥就开始上土下泄了 父亲得知此事 一边吩咐人去请太医 一边命人将大哥与红莲分开 红莲不愿意 父亲就耐着性子与他解释 阿燕病了 你怀着孩子 万万不可与他接触 等他好了 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红莲红着眼摸了摸肚子 半晌没吭声 父亲看着他这可怜兮兮的样子 万般不忍 但依旧没心软 太医很快就来了 他们一个个的用帕子蒙着面 不停地在大哥的院子里进进出出 没一会儿 就有人将大哥的院子封了起来 凡是与大哥一并回京的人 都被隔离 太医说 大哥也得十亿 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不容易才看好了身子 怎么就又遇上了这么一劫 比起近乎崩溃的母亲 父亲要冷静得多 他按照太医的意思 亲自带人将侯府上下 都撒了可以消毒的药粉 又命人看好大嫂与我 没他的允许 我们都不可以随意出门 可就算如此 大哥的病也是一日比一日重 一开始他只是上土下泄 到了后来他也开始发热了 太医们也束手无策 侯爷 我们都尽力了 母亲听的这话 当天就晕过去三次 好不容易缓过来了一些 他又哭着求那些太医 求求你们 救救我儿子吧 他自小就身子弱 好不容易才有了活下去的盼头 可不能就这么让他死了呀 只要他能好起来 我宁愿得十亿的人是我 太医也知道 我们侯府这些年 为了保住大哥的性命 花了多少心血 但眼下得十亿的不止大哥一个 因十亿丢了性命的人 更是数不胜数 就连太医院那边 也有人因十亿而死 太医们没别的法子 只能开了些续命的药 吊着我大哥那一口气 随后 他们就从我家 去了英国公家 听闻 英国公家也有人得了十亿 且人数要比我们安远侯府多得多 太医们走的当日 红莲就用凳子砸窗户 爬出来了 丫鬟婆子们 见他挺着肚子 就要闯出去 都纷纷拦着 父亲 母亲赶过来时 他就用那通红的双眼看着他们 一字一句地说 阿燕 我要看阿燕 母亲扭过头去 拼命地擦眼泪 父亲也有些哽咽 你不能见他 只能站在廊下与他说话 母亲听了这话 震惊地看着他 父亲没与他说什么 只吩咐自己身边的得力管事 看好少夫人 切莫让少夫人与世子接触 等红莲去了大哥的院子 母亲就扑在父亲怀里 大哭了起来 他一下一下地捶父亲的心口 你 你怎么能 后头的话 母亲怎么都说不出口 可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也知道父亲此举是为何 因为大哥快死了 他不忍心瞒着红莲了 他今日让红莲去大哥的院子里 就是想让他们好好告别的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 红莲竟然趁着丫鬟婆子们不注意 直接撞开了门 进了屋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死死抱着大哥不撒手了 任凭谁去拉 他都不松开 就连父亲过去 他也一脸防备 不要 我不走 父亲红了眼 好孩子 你还怀着孕呢 不要冒险 你乖乖听话 阿燕很快就会好了 骗我 你们都骗我 劝不动红莲 父亲也有些慌了 他看向大哥 阿燕 这如何是好 此时的大哥已经很是虚弱 见红莲死活不愿意走 他便说 既如此 那就让他留下吧 父亲快些出去 出去后 记得吃太医开的药 等父亲一走 他就伸出手里了李红莲 那微微有些乱的病角 别怕 我再不丢下你一个人了 红莲听了这话 就小鸡灼米似的点了点头 从这一日开始 大哥的院子里 就只剩下他与红莲二人 刘嬷嬷每日去隔壁院子里摘菜 捡鸡蛋 再将食材送到院子门口 红莲将食材洗干净 便招反的给大哥做好吃的 可大哥压根就吃不下 红莲也不急 又隔着门与刘嬷嬷说 让他去隔壁院子再摘些别的来 就这么过去了三五日 大哥虚弱的连话都说上几句了 母亲日日以泪洗面 最后也病倒了 万幸的是 除了大哥 我们府里暂时还没人感染十亿 更万幸的是 大哥感染十亿已经有十天了 虽说人很虚弱 但命还在 太医院的人知道后 又赶了过来 可是后头这几日都是红莲亲自照顾的 他们便隔着门问红莲 这几日都给大哥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红莲一一回答 阿燕吃不下饭了 我瞧着他跟病了的鸡一样 就给他做鸡吃的饭 他说 从前鸡病倒了以后 也这么无精打采的 他姥姥就是这么教他喂的 最后大部分鸡都能活下来 他寻思 太医都没法子 就将病人当发瘟机来治了 太医们听了 一个个的都有些傻眼 但很快 就有太医意识到了另外一点 少夫人已经陪着世子五六日了 少夫人身子可又不是 论理 但凡是长时间 近距离接触了感染十亿的人 又不吃药的话 这人最后也会被传染的 就算是有些吃了药预防的 最后也被传染了 可红莲是个例外 他一点事都没有 为此 太医们高兴的不行 他们留了几个人下来 隔着一道门 每日记录红莲的饮食起居 与此同时 他们还将红莲制发温机的法子 用到了人身上 没几日 外头就传来了好消息 红莲的法子 虽说不能治好人 但也能吊住人的性命 这也算是为太医院争取了时间 可实意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不过半个月 京城上下乱成一团 为了更好的控制疫情 圣上下令 各家紧闭门户 不许随意进出 圣旨刚下三天 侯府上下也病倒了一半 父亲 母亲都在其中 原本留在府上的几个太医 都回了太医院 我听说 我们家也不例外 因着父亲 母亲 大哥都病倒了 几个得力的管事 也都起不来床 最后只剩下刘嬷嬷坐镇 这日他给母亲喂药 可母亲每吃一口 就要吐出大半 刘嬷嬷慌的都开始哭了 夫人 您可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 奴婢打小就跟着您 您若是就这么走了 世子元二公子怎么办 奴婢又要怎么办 就在他手足无措时 红莲一把拿过了他手中的药碗 捏着母亲的下巴 就直接给灌了下去 母亲要吐出来 他就喂第二遍 如此反复了几日 母亲也吊住了这一口气 虽说人憔悴的不行 但好歹还能活 大哥没回来前 红莲不曾闲着 如今府里过半都是病人 他就更忙了 刘嬷嬷怕他累过了头 会动了胎气 便叫我给他打下手 他煎药的时候 我看火 他照顾大哥 母亲的时候 我帮忙您帕子 他捣过药材的时候 我帮忙翻晒 不过六七日 我就从白白嫩嫩的小豆芽 变成了黑探头 见我晒黑了 他就更加发愁了 本就瘦 晒黑了就更显瘦了 我冲他咧了咧嘴 红莲不怕晒 我也不怕 他当下没说什么 只是晚上吃饭时 他给我多煎了两个鸡蛋 就这么过了两日 太医院的人又来了 他们跟在红莲身后 问红莲可还有什么法子 世子夫人 眼下就只有你的法子 是还能派上用场的 你仔细想一想 你姥姥可还有什么好用的法子 眼下死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什么医书都翻遍了 但都不奏效 虽说红莲原先给的法子 可以吊住人一口气 但得病的人那么多 若不赶紧想的法子出来 京城的人迟早得死一大半 红莲摇了摇头 姥姥死了 没说过别的法子了 红莲小的时候 他爹娘要种地 还要去码头干活挣钱 才能养活一家子老小 所以小小的他 就跟着姥姥过活 后来姥姥死了 他才回到了爹娘身边 他会的东西 都是姥姥教的 太医们一听 都眼巴巴地看着他 那那你试一试 看看能不能琢磨出 别的法子来 红莲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 便将照料大哥 母亲的事都托给了刘嬷嬷 他自己一个人去了那院子 他要用积压来做试验 与他一起钻进那院子的 还有四五位太医 只是他才进了那院子三日 皇后宇刚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公主 就被送了过来 太医院最厉害的那位太医说 皇后宇公主都得了十亿 且吃了药也不管用 若皇后宇公主活不了 他们怕事都得死 为了活命 他们只能铤而走险 恳请圣上给他们一次机会 他们要找红莲试一试 圣上也听说了红莲的事迹 虽说有些迟疑 但皇后母女最后还是进了安远侯府 于是 红莲的实验对象 除了那院子里的三十八只积压 还有皇后母女 太医们战战兢兢 她却丝毫不乱 什么时身该煎要了 煎多少 喂多少 她都亲自来 太医们在一边做记录 前头两日 皇后与公主虚弱得出气而多 近气而少 红莲的积压也从三十八只减少到二十六只 又过了两日 皇后已经能连着说三句话了 小公主虽说还很虚弱 但哭声远比前几日响亮了些 而红莲的积压 只剩下十三只了 但好消息就是 大哥吃了红莲后头配出来的积药 竟能下地走动了 又过去三日 大哥胃口好了起来 说想吃肉了 那一日 红莲一手提老母鸡 一手拎着菜刀就往厨房走 大哥与母亲一好 皇后与小公主也跟得好了起来 太医们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对红莲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他们顾不上说别的 就拿着方子回太医院了 太医们走了 皇后与小公主却没走 一来 宫中十一未清 这个时候回宫 对于他们母女来说并不安全 二来 皇后很喜欢红莲做的饭菜 于是红莲不再配鸡药 开始围着灶台忙活 她最喜欢给大家伙做汤 有时候是鲫鱼汤 有老母鸡汤 有时候是骏子汤 有时候是骨头汤 她熬的汤 奶白奶白的 一入口就鲜得不行 皇后尝过一次就爱上了 她问红莲 你是从哪学的 怎的手艺这么好 御膳房的厨子都不如你 红莲还是不会行李 但她知道眼前的人是皇后 回皇后的话要有规矩 于是她下意识的就要跪下磕头 皇后见了 连忙扶住她 你是我与公主的救命恩人 也是全天下百姓的救命恩人 若没有你配的药 我们早就不在了 所以呀 你别多理 我们就寻常说话 不需讲这些规矩 红莲不敢放肆 她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便笑着点了点头 父亲点头了 红莲这才起来回话 她说姥姥教的 姥姥说 做菜要耐心的 急不得乱不得 慢慢做就能做出好味道来 皇后听了 便赞许地点头 她看向父亲 母亲 你们送家得个好儿媳啊 皇后与小公主 离开安远侯府的时候 天已经冷了 京城也不再乱了 没多久 宫中就来了圣旨 红莲得了家赏 还破例成了三品告命夫人 这一次满城贵胄 没有一个人说红莲的不是 大哥又瘦成了皮包骨 便一天四顿地给大哥做好吃的 刚打捞起来的小杂鱼收拾干净 再放点盐 腌上一盏茶的功夫 油锅一热 红莲就会往锅底撒点盐巴 再将腌好的小杂鱼 一条一条地铺下去 等正面煎的金黄 再煎另外一面 两面都煎好了 她在炒酱 酱香味一出来 再将煎好的小杂鱼都倒下去 焖上两克中 出锅前撒一把葱花 这将焖小杂鱼也就好了 她每次做这道菜 我与大哥也好 父亲也罢 都能吃上两大碗干饭 相比酱焖小杂鱼 杂鱼 母亲最喜欢红莲做的凉拌海带丝 干海带泡发以后 切得细细的 焯水捞出 再用热油浇在辣椒面 黑油 芝麻 葱末 蒜末上头 淋了了再用香醋拌一下 和出来的料汁浇在海带丝上 就着这海带丝 向来吃不多的母亲 能用三小碗的白粥 红莲日日下厨 我们吃的也不少 一转眼就到了蜡月下旬 我们胖了 她也发动了 红莲生折的时候 是在半夜 我清楚的记得 向来沉稳的大哥 听着他在产房传出来的叫声 就慌得站不住了 那时候我才知道 大哥远比父亲 母亲认为的欢喜红莲 又或者 那不单单是欢喜 只是那时我堪堪满八岁 还不懂什么叫做爱 有了红莲后 大哥是怕死的 如今又有了折 他就更怕死了 每隔三个月 他就劳父亲 请太医来为他诊脉 确定自己的病当真好齐全了 他才有放宽心 继续读书 他读书 红莲就在边上给折秀肚兜 是的 如今的红莲会做针线活了 这手艺他还是与英国公家的大娘子学的呢 他嫁过来的时候 这京城里的官卷 没几个瞧得上他 可十一之后 他变成了座上宾 不管谁家大娘子置办宴席 他都能收到帖子 一开始 他还不敢自己一个人去 生怕自己会给安远侯府丢脸 不是叫上母亲 就是叫上我 虽说我是男子 但因着我年岁小 我去的话 也没女卷说什么 后来红莲发现 各家大娘子对他恭恭敬敬 甚至还喊他恩人 他虽一头雾水 但到底是没那么怕了 指儿摆日宴的时候 他也给个家大娘子都发了帖子 那一日 莫说是个家的大娘子了 就算是皇后 也亲自来了的 也是在那段日子里 红莲与这些大娘子学了不少本事 针线活就是其中之一 指儿会喊爹爹的第二年 大哥就成了叹花狼 得了告命 红莲并没多欢喜 孩子出生了 他也没多欢喜 如今大哥考取功名 能入朝为官 他洗的眼睛都弯了起来 大哥与父亲一起下朝回家的那日 他就杀了一只大公鸡 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突然就想到了 红莲与母亲说的话 我娘说 姑爷身子骨弱一些 要好好养 养好了在娃娃里 几年过去了 大哥着实被红莲养得很好 从前若不经风的大哥 如今撞了不少 连带着我这颗豆芽菜 也在短短几年里长高了许多 本以为 我们的日子会这么平静地过下去 但转年春天 红莲突然就慌了起来 他每日都站在院子里看天 越看就越慌 可问他到底慌什么 他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大哥一看他这个驾驶 立刻就派了人 去郊外的村子里打听 每两日 负责打听的人就回来回话了 回侯爷 回世子 属下带着人跑了几十个村庄 问了不少老把事 他们都说 今年的天是有些反常 父亲一听 就立刻去摘星楼了 摘星楼是国师大人的住所 父亲觉着 村子里的老把事 都是看天吃饭的 他们看了大半辈子的天 断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去了摘星楼后 父亲才知 青天坚与国师大人 在年前就已经看出异样 圣上也早已经吩咐了农丧司 今年全国各地 都必须多多地种粮食 之所以密而不宣 也是担心消息一旦传出 举国混乱 父亲从摘星楼回来后 就立刻吩咐手底下的人 让侯府底下的庄子 都多多地种粮 红莲进门好几年了 从未管父亲 母亲要过银钱 可这一次 他问母亲要了五百两 母亲给了钱 才问他原因 要这么多的银钱做生 慌 心里慌 红莲捏着那五百两的银票 说话都有些哆嗦 我娘说了 要多种地 多养鸡鸭 不然顾不去脸 前几日 大哥见红莲吃不好 睡不好 便特地向圣上告了假 陪着他回娘家住了几日 母亲也听说了 朝廷现在在做各种准备 但他没想到 在地里讨生活的亲家 也有这样的远见 虽说红莲说的这些 只能保小家 但寻常百姓 能在危急关头保护好自己 不给朝廷添乱 这就已经很难得了 于是这一个月 母亲都陪着红莲置办东西 他花了三百两银子 买了好些上等的水田 又花了二十两银子 买了不少的小鸡 小鸭 小鹅 他甚至还往家里的 两个荷花池里放了鱼苗 又央着父亲询了人 来在后院多打了两口井 除此以外 大哥还让人 给他收拾了两块地出来 专门给他种菜 种草药 好不容易将这些都忙活好 京城就开始天天下雨了 准确一点来说 不光是京城 应该是大半个朝国都在下雨 且这雨一天比一天大 一天比一天下的酒 能无百官日日早出晚归 红莲也忙着 给家里的菜地搭棚子 此时的我已经有十一岁了 在乡下的话 算得上半个劳动力 于是我跟在红莲身边 忙前忙后 好不容易熬到了五月上旬 父亲说 江南一带大多都遇到了洪涝 被洪水推走了不少 此时六部上书都赶往了江南 震灾的震灾 重建的重建 文武百官 没有一个是悠闲的 大哥与父亲也被派去了华南 一去就是大半个月 母亲与我都很是担心 可红莲却镇定自若 见他这般 我有些好奇地问他 红莲 大哥都走了这么多天了 你不想大哥吗 红莲看了看天 半晌才说 雨要停了 果真 这雨就在两日后彻底停了 此后 就是连着大半个月的晴天 为此 母亲对红莲很是佩服 红莲 你小小年纪 怎么就如那些老把式一样 抬头看看 天就能看出来 什么时候要下雨 什么时候不下雨呢 红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都是姥姥娇娇的脸 那一刻 我很想见见红莲的姥姥 红莲是她娇出来的 都如此厉害 那姥姥本人岂不是更加厉害 父亲与大哥从华南回来 人就瘦了一大圈 红莲变招法地 给他们做了半个月好吃的 才将他们养好了些 此时正值六月 天儿本身就热 加上已经有大半个月不曾下雨 到处都跟蒸笼似的 家里荷花池里的水也少了许多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红莲为何要让父亲寻人 在后院多打了两口井 许是几个月之前 她就已经撂到红落之后 会有大汗 我有些慌 可红莲这一次 却比几个月前镇定得多 地里的庄稼一熟 她立刻就带着人收了回来 连着晒上几日便都干透了 粮食归仓那一日 她亲自下荷花池 抓了好几条肥鱼 给大家伙做了一顿拳育宴 吃了拳育宴没几日 父亲与大哥就进了宫 好几日都没回来 母亲担心 红莲也日日抱着折 站在大门口等 入夜时 父亲与大哥这才回来的 她抱着折扑到大哥怀里 满脸都是担忧 安艳 怎地了 西南西北大汉 身上要派我们去西南 大哥说 红莲这一走 我怕是要明年才能回来 红莲听的这话 低着头 半嗓都没吭声 等在抬头时 他脸上都是泪水 他哽咽着说 你说过不丢下我的 大哥紧紧抱着他 也有些哽咽 西北危险 你不能去 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 这一趟去西南 西北的官员很多 英国公去了 佩国公也去了 一并去的 还有朝中几位战功赫赫的大将军 我年纪虽小 但也看出来 这次旱灾 远比先前的洪涝严重得多 又或者 不单单是旱灾那么简单 毕竟若只是旱灾 那几位大将军 没必要带着兵马一并过去 许是那边出乱子了 我猜测了许多 但一句都不敢与红莲说 我怕他知道以后 会吃不下饭 也睡不着觉 可就算我不说 他也担心得很 自从大哥一走 他吃的少了 发呆的时间也比从前长了 短短半个月 他就瘦了一圈 七月底的一天夜里 他突然劈头散发的 冲到了母亲的院子里 阿燕 邪 阿燕 邪 他像是受到了惊吓 来来去去 就这么几个字 跟在他身后的嬷嬷 给他解释 夫人 少夫人是做了噩梦 弄见狮子遇险了 母亲一听 立刻就叫人给父亲写信 因为他知道 红莲与大哥夫妻同心 若不是大哥出了什么事 红莲是不会这么惊慌失措的 事实证明 红莲的预感一点都没错 西北 西南两地的藩王 趁着大汉带兵起乱 还挟持了不少朝廷重臣 用以威胁那几位大将军 大哥为了护父亲 挨了两刀 且这两刀都险些伤到了心脏 西北那么远 我们收到信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月后了 线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谁也不知 为此 红莲头一回穿上官服 进了宫 他要去西北 圣上哪里 愿让他一个手无寸铁的妇人 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便命皇后送他出宫 可红莲跪在了皇后跟前 皇后娘娘 求求您让臣妇去西北 臣妇夫君快死了 臣妇要去见见他 就算他死在了西北 臣妇也要亲自带他回家 皇后娘娘 求求您了 他一边说一边磕头 每一下都磕得那么重 皇后见了 都忍不住掉泪 住在安远侯府的那一年 皇后早就知道 红莲是个不懂规矩的 可如今 他为了去西北建夫君 什么规矩都学起了 他甚至能想得到 红莲进宫之前 是怎么练习行李 怎么翻来覆去的 背诵这两句话的 皇后到底是不忍心 他亲自带着红莲去见了圣上 出宫当天晚上 红莲就踏上了去西北的路 两位藩王私自开了银矿 养了兵马 手下精锐过腕 加上将军们对地形不大熟悉 因此这一仗 打得甚是艰难 红莲到西北的时候 将军们才堪堪地 拿下藩王一个精锐部队 而这时 大哥已经连床都起不来了 好几位大夫都说 大哥是能熬一日算一日 战场上日日都有受伤的将士 他们也得紧着将士们 便给红莲留了一些药 就往前头去了 人人都说红莲傻 可他一下就明白了 大夫们的意思 可他从不放弃 日日为大哥去除 伤口上的浓语区 他怕大哥疼 便从包袱里 翻出了折用过的磨牙棒 塞到了大哥嘴里 咬着些 要疼好久了 说吧 他就动刀了 十一来时 他将大哥当发温器来治 如今 他也当大哥 是淘气的到处上树 最后摔断了腿 或翅膀的残疾残压来对待 等农去干净了 他再给大哥服药 就这么如此反复了七八日 大哥的伤总算愈合了些 伤势好了些 胃口也就跟着好了起来 这日傍晚 红莲听的大哥肚子 咕噜咕噜响响 他立刻就将带来的肉干 拿了出来 给大哥炖了吃 大哥伤势大好的那一天 两位藩王连连败退 父亲高兴地吃了 两大碗的西粥 他说 他们这一退 我们必定能赢 要不三个月 我们怕事就能回京了 可父亲忘了 这一仗朝廷是打赢了 可汉灾还在继续 西北 西南 已经连着半年没下过雨了 这两个地区的百姓 今年颗粒无收不说 还遇上战士 朝廷过半的官员 赶了过来帮忙 都搞不定这摊子上 不过红莲不慌了 大哥伤还没好时 他就寸步不离地照顾大哥 后来大哥 去钱都帮忙了 他就留在后方 给大家伙做饭 洗衣 安抚那些因战或没了家的 妇孺老人 两口子就这么分工合作 一直到过了年 开了春 他们才跟着大部队回京 回京的路上 大哥一手握着折的磨牙棒 一手握着红莲 心里满满当当的 他与红莲说 红莲你知道吗 其实你不止救了我三次 红莲有些不明白 怎得不止三次 若不是你嫁给了我 我早就死了 那是你第一次救我 大哥说 十亿是第二次 如今便是第三次 你说不止三次 那还有呢 大哥笑了笑 没跟他说下去 他只强调 若不是红莲 他早就下阳王殿了 可红莲从不认为 这是自己的功劳 他说 我娘说了 要养好你了 就那么一句话 闹十亿时 人人怕死 他不怕 带着肚子 都要守在大哥身边 西北 西南乱石 人人都恨不得 留在京城过安稳日子 可他偏不 他小小一个 就这么去了西北 将大哥从洋王殿里 捞了回来 我清楚地记得 他们三而回侯府的那日 母亲牵着折 又哭又笑 父亲眼里也泛着泪光 我十七岁这一年 父亲病倒了 他拖着病重的身子 入了宫 请了圣旨 将爵位传给了大哥 大哥席绝的那一日 他与红莲说 我们宋家能有今日 除了仰仗列祖列宗 还得多谢你 若不是当年 你救了皇后与公主 还救了天下百姓 我们安远侯府 不可能如此得陛下重用 说到这里 他又看向大哥 如今 侯府的担子 就完全交给你了 我这把老骨头 能活一日 就算是阳王爷赏脸一日 日后你必须照顾好红莲 照顾好你母亲 说吧 他又叫了我过去 二郎 你也大了 不论你从文还是从武 父亲都是放心的 只一点 将来你的亲事 必须要你扫扫拿主意 红莲与我来说 是扫扫 是挚友 但也长扫如母 我的亲事交给他拿主意 我没有一点意见 母亲也同意 母亲说 你扫扫虽没读过什么书 但心地纯善 看人也自有他的一套 他选的 必定不差 父亲的身子 一日不如一日 为了让他宽心 红莲立马就张了起 我的亲事来 他与母亲一起去了 佩国公府 寻他们家的大娘子 商议此事 从佩国公府 回来的第二日 凡是家中有千金的人家 都给红莲递了帖子 要红莲过府赤茶 但红莲还没来得及去 皇后就来了 这么些年 她一直记着 红莲救了她与公主的事 得知我要说亲了 她也不都圈子 直接就与红莲说 如今你是这侯府的 当家主母了 那你们家二郎的亲事 必定也是你说了算的 我就问你 你觉得我家明珠配 不配得上你们二郎 皇后口中的明珠 便是当年在我家住了 大半年的那位小公主 母亲一听这话 都傻眼了 倒是红莲有些迟疑 皇后娘娘 二郎要比明珠公主大许多呢 母亲一听她真的 在考虑这事 都差点吓死了 她急忙跪在皇后跟前 皇后娘娘恕罪 红莲心眼时 冒犯了娘娘与公主 还请娘娘宽宏大量 饶过红莲 你快些起来 皇后每次来府里 都不曾端过架子 红莲是本宫与明珠的救命恩人 无须多礼 皇后也知道 母亲在这的话 她没法与红莲好好商量 便让一旁的嬷� 皇后娘娘 我与二郎商量商量 明日再进宫回话 行不行 皇后知她是将我当儿子来养的 便笑着点了点头 好 明日我派人来接你 晚饭时 红莲当着大哥的面 将皇后的话复述了一遍 这才问我 二郎 你愿不愿意 没等我回答 她又将皇后娘娘留下来的信 递给了大哥 大哥一看 就将信给了我 这是你自己拿主意 皇后娘娘在信里说 就算我上了公主 也能入朝为官 不论从文还是从武 都遏我的愿 但这官 我得凭实力去当 圣上与皇后娘娘 是不会在这一块上训私的 我看了信 又将信递给了父亲 父亲看完 就无比认真的说 我的想法与你大哥的一样 若你愿意 明日你母亲与你扫扫进宫 就给皇后一个准话 但不论你愿不愿意上公主 你的前程都必须自己去把握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才看向了红莲 我愿意的 红莲听了我这话 就咧嘴笑了起来 明珠也是个好孩子呢 都值得等的 在她的眼里 我是个好孩子 明珠公主也是个好孩子 我与明珠公主的亲事 是在秋天的时候定下来的 红莲是在冬日的时候 生下小折的 家里连着遇上两件大喜事 父亲一高兴 身子都好了不少 到了来年开春 小折开始咿呀呀的叫唤 红莲也如往日一般 不是仲菜养鸡 就是下厨做饭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 直到这一日 塞外来时进了侯府的大门 那塞外公主见了红莲 就直截了当的说 侯爷英明神武 又满腹诗书 你陪她不上 此时的红莲一头雾水 她扭头问我 这是什么意思 没等我回答 那塞外公主就说 我选中她当我的驸马了 红莲文言愣了又愣 好伴上才说 怎的还上门抢男人 我们村里的狗 都不信这样抢脸 就这么一句话 气得那塞外公主 脸红脖子粗 可红莲一脸真诚 完全没有戏弄她的意思 艾燕是我男人 我们说好了 谁也不理谁的 我不给你 塞外公主还想说些什么 但大哥后脚就赶回来了 她翻身下马 就冲了进来 又将红莲护在了身后 先前我就已经在身上 跟前说清楚了 我送艳这一事 只要我夫人一个 塞外公主直跺脚 她就只是个傻子 压根就配不上你 红莲从大哥身后 探出个脑袋 我不傻 大哥紧紧握着红莲的手 又与那塞外公主说 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塞伦公主不要再纠缠了 那塞外公主还想说些什么 但大哥直接就叫人 将她送回了住处 这天的晚饭 红莲没吃多少 大哥见她魂不守舍的 第二日就告了假 带着她回娘家挖野菜 每回心情不好 红莲就喜欢挖野菜 包野菜包子 那日大哥 一边在日头底下挖野菜 一边与坐在树荫下的红莲说 莫说是塞外的公主 就算是天上的仙女来了 也比不上你 在我心里 你比谁都好 除了你 我谁都不要 回娘家时 红莲是闷闷不乐的 从娘家回来时 她脸上都快要笑出一朵花来了 母亲见他们夫妻俩感情这么好 便有些感慨地与父亲说 这两个孩子成亲都十年来了 也不见他们伴随吵架 当初她过门 我心里是一百个不放心的 如今呢 就算你我一并去了 我也不怕 都说的个好媳妇 家里能忘三代 母亲觉得 红莲就是那个好媳妇 我与明珠公主定亲的第三年 父亲母亲在三天里前后搅去了 此时的我刚跟着户不下的江南 没能赶回来 是大哥与红莲操持了所有 等我回来时 已经是三个月以后了 那一日 红莲带着两个折 在大门口等我 我一看见他病边有了几根白发 眼泪就忍不住落了下来 他如从前一样伸手 要摸摸我脑袋 但我个子比大哥还高出不少 他够不着 我便弯下腰给他摸 他的手抚摸着我的脑袋 语气也如往年一样 温柔男子汉 不哭咧 连这三日 红莲都变招反的 给我做好吃的 哪怕我现在 已经是太子的心腹 可在红莲的眼里 我也依旧是当年那个豆芽菜 他怕我在江南吃的不好 便日日给我杀鸡 要知道 那些鸡他都是特地给大哥养的 往年我闹着要吃 他顶多也就一个月给我杀一只 剩下的 都是大哥的 两个折都不能争 他知道我下个月还要去江南 便早早地给我做准备 他将地里的小白菜 全部都收了 用热水烫了烫再晒干 又将鸡圈里的鸡鸭杀了一半 全部都做成了辣味 小鱼干 虾干又给准备了一大包 还有我爱吃的香春 他给了我两坛子 那都是他春天的时候 特地回村采了烟着的 不喂别的 就因为我爱吃 临行前 大哥告了价为我送行 我看着他与红莲 将大包小包往马车里塞 顿时就有些想哭 红莲笑着拍了拍我的臂膀 道 二郎过两年就要成亲了 是大小伙子了 不哭脸 大哲道 二叔 父亲说了 您这一趟只去三个月 明年开春前就能回来了 小哲还淘气 见我哭了 便用他的小胖手在脸上比花 羞羞 羞羞 马车渐渐走远时 我从马车里探出脑袋 看着他们站在门口 不断地朝我挥手 竟觉得这寒风一点也不冷 我想 父亲 母亲不在了 但大哥在 红莲在 两个侦也在 所以才不冷吧 再次下江南 是我与明珠成亲的第二年 此时 红莲并边的白发多了几缕 但他跟往年一样 生怕我在复述的 鱼米之乡饿肚子 将大包小包的东西 往马车上塞 除了这些 他将早早准备好的红风 塞到了我衣袖里 我哭笑不得 嫂嫂 我都成亲了 不是小孩了 要的 要的 红莲笑眯眯的说 我娘说了 出远门的都要拿着呢 图个吉利 刚刚显怀的明珠 也笑眯眯道 夫君 你听嫂嫂的就是 娘子都发话了 我没有不听的道理 他从嫁给我第一天开始 就一直跟着我住在安远侯府 没回过公主府常住 这一年多来 不论我在家与否 他都与红莲一并操持着这个家 眼看着家里又要多个娃娃 不论是我 还是红莲 又或是大哥 都是满怀期待的 我一一与他们道别 一一不舍地下了江南 再回来 就赶上了明珠发动 那天 查过无数贪官 手里有过百条人命的我 竟站在产房前腿软 那一刻 我突然就明白 当初红莲生大侄子时 大哥为什么会站不住了 相比我的惊慌失措 红莲却比当年的母亲 还要沉稳几分 他张罗着丫头们去烧热水 又叫了几位大夫在外头候着 稳婆也早早地在里头帮忙了 就连娃娃要用的强宝 他也是早有准备的 孩子一出生 他就抱了出来给我瞧 二郎 你快来 你如今也是爹爹了 我颤颤巍巍地接过他手中的孩子 见他每眼都随了明珠 心瞬间就软成了一滩水 红莲见我挪不开眼睛 便笑了起来 以后我们家就更热闹了 是啊 从他过门那一年起 我们侯府就很热闹 如今二十年了 父亲 母亲虽说不在 但家里却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我觉得父亲说的对 我们家能有红莲当主母 着实是大有福气的 几日后 我将心中所想告诉了大哥 大哥看向正在危机的红莲 眼里都是温柔 可不是吗 能有他做我娘子 我宋燕三生有幸 正闻完 反外一 宋燕我自小身子孱弱 全靠大夫开的要续命 安远侯府虽为高门 但这京城里的千金小姐 都不愿嫁我这个病秧子 本以为我是要病死的 可母亲却为我寻了一门侵蚀 定下侵蚀那日 她哭得两眼通红 阿燕 都是母亲对不住你 若你的母亲不是我 你指不定能与别家哥一样 渐渐康康的 我知道 她一直将我身子差的原因 归在她身上 就连对家小姐瞧不上我 她也自责 可我从不这么觉得 我宽慰了她 她连了情绪 这才与我说 这姑娘出身低 是乡下农户的女儿 但她八字极好 我与你父亲问过了 大国寺的住持方丈 她也说这门亲是极好 只是母亲说着说着 就停了下来 我知道 她后头说不出口的话是什么 毕竟安远侯府的世子 定了个傻姑娘当媳妇 事这么大 京城上下早就传遍了 我笑着道 母亲 她既不嫌我 我也不会嫌她 我是真的不嫌弃红莲 准确一点来说 她不嫌弃我 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哪怕已经过去了好多年 可我依旧记得新婚那一夜 当时我想着 左右我这副身子 是撑不了几年了的 且她又嫁给了我 再怎么着 我都应该给她留个孩子 有了孩子 她在这偌大的侯府里 也算是有了个盼头 可让我意外的是 她拒绝了我 本以为她是嫌我 谁料她一开口就说 我娘说了 你身子要仔细养着 等养好了 咱们就要娃娃 她说这话的时候 特别认真 我盯定地看着她 好伴赏才问 那你要怎么养我 一说到这个 她就两眼放光 我会种菜 会养小鸡小鸭 我娘说了 老母鸡炖的汤最是自补 明日我就抓小鸡去 回头小鸡养大了 都给你吃 说完这话 她又补充了一句 母鸡下的蛋也给你吃 那一晚 她与我说了很多很多 比如小鸡要怎么养 地要怎么翻 菜要怎么种 鸡要怎么炖才好吃 她那么健谈 一点都不傻 红莲对我是真的极好 好到我都觉得 自己是在做梦 有什么好吃的 她投一个惦记的就是我 去外头参加宴会回来 她也会与我说 遇到的人 遇见的事 有时候翻地翻出了几条桌虫 她也会兴高采烈地 与我分享 渐渐地 我觉得我离不开她了 与她成亲之前 我是早就做好了 死去的准备的 可如今 我不想死了 不 准确一点来说 我是不舍得死了 红莲满心满眼都是我 我怎么能丢下她 我得活下去 于是我去了江南治病 那一次 是我与红莲成亲以后的 第一次分别 也是她第一次救我性命 从江南回来没多久 我就染了十亿 红莲挺得大肚子 不分昼夜地照顾我 那时候已经撑不住了 又怕累着她 便有些泄气 不愿意吃药 她却与我发了脾气 你不听话 该答 这是她头一回与我发脾气 两只眼睛 红得跟兔子似的 我看着她的肚子 犹豫了半上 终究是端起了药碗 连着几日 我都老老实实地吃药 哪怕吃了就吐 但也不敢不吃 可红莲还是不爱搭理我 但该煎的药 她一碗都没少 短短几日 她也憔悴了不少 有时半夜醒来 看着她为我擦汗 煎药 我就害怕 不是怕她累着 我是怕我熬不过这一劫 若我死了 她一个人要怎么过下去 于是我咬着牙 药再难吃 也一碗一碗地喝下去 红莲也陪着我 一天一天地熬 等太医再来时 我已经吊住了这一口气 活下去的希望不是很大 但起码不至于立刻死掉 那一晚睡得迷迷糊糊时 我听到红莲坐在我床前哭 她声音滴滴的 手还捏着我的衣袖 阿燕 你要活力 你要是死了 我害怕 成亲都快两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红莲说 害怕 我睁开眼睛 将她拉到了怀里 莫怕 我死不了 又过了几日 皇后与公主都被送了过来 红莲颤抖着问我 她是皇后脸 若我只死了她 那可怎么办 我笑着摸了摸她的脸颊 不怕 若出事了 我给你担着 于是她用大半的积压 当实验对象 就回了皇后与公主 也救了大半个侯府 更救了大半的百姓 十一一战 她给自己挣了个三品告命 也得了满城贵州的尊重 这一年 是她第二次救我性命 我入朝为关没几年 西北西南大汉 两地的藩王趁乱起兵 圣上派了不少重臣 过去镇压 镇灾 其中就有我与父亲 兵乱当头 父亲险些丧命 我扑过 却为父亲挡了两刀 奄奄一息 我负伤那一夜 红莲就做了噩梦 梦到我浑身是血 听小弟说 她第二日就进宫 求圣上救我 圣上不许她一个妇人冒险 我嘴里塞儿子用过的磨牙棒 红着眼用刀 给我去除伤口上的浓语区 好不容易将伤口清理好 上了药 她才放声大哭 且这一哭 就晕了过去 再醒来 她就跟没事人一样 给我上药 换药 我好一些了 她又忙着前头的伙夫 洗菜烧饭 那阵子 军营里到处都是伤兵 到处都有逃难的百姓 营帐外头 还有鸡肠碌碌的豺狼盯着 但她从没退缩过一步 她说 你是我男人 就算是要死 我也陪你一块死 她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坚定的很 哪里像是一出生 就脑子不好使的 等我大好 两个藩王也被几位将军 抓了回京了 我们跟在大部队后头 慢慢悠悠的往京城赶 我问她 红莲 你有没有后悔过嫁给我 我一直都觉得 若不是嫁给了我 她压根不用日日担惊受怕 也不用受人冷嘲热讽 毕竟我陪着她 回过几次娘家 那村子里的人都很和善 见了她都笑眯眯的 从来就没有人笑话过她 问出那话后 我有些紧张 我知道她在侯府过的 并不如从前快乐 但她的回答 让我愣了许久 她说 刚嫁过来的时候 我怕的 我怕你嫌弃我傻 也怕你嫌我笨 那些小姐 见了我都捂着嘴笑 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他们在笑什么 但我知道的 他们笑我是个傻子 也笑我土 笑我不懂情妻书画 觉得我配不上你 说到这里 她定定地看着我 但我不后悔嫁给你 我娘说了 你是我男人 我对你好 你对我好 这就够了 那一天 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一字一句地说 红莲 你知道吗 其实你不止救了我三次 她一头雾水地看着我 不明白 我为何突然说这个 她不懂 没关系 我心里明白就是 她第一次救我 是让我有了活下去的盼头 第二次救我 是那一年十亿 第三次救我 是这一次西北之行 至于第四次 便是刚刚 她那些话 字字句句都带着温度 暖着我的心 这一刻 我不光想活下去 我还想长命百岁 我要给她 正更好的告命 要给儿子拼更远的前程 我还要一直跟她在一起 若到了百年 我也希望她走在我前头 因为我知道 若我先走 她必定是要哭得肝肠寸短 我不希望她那么痛苦 番外二 明珠公主我自小就知 若没有安远侯府的大娘子 我早就死了 六七岁时 母后常带我去安远侯府 拜见那大娘子 大娘子厨艺极好 又和善 每次去 她都亲自给我下厨 做我最喜欢吃的鱼羹 她还带我去菜地里抓虫子 母后也从不拦着 每次离开 她都要我们带一只母鸡走 她说 皇后娘娘 母鸡炖汤养人猎 给小公主吃最好了 大娘子给的 母后从来没有拒绝过 且大娘子嘱咐了 要怎么给我吃 母后必定亲自下厨给我做 一年又一年 安远侯府的二郎 到了该定亲的年纪 可我却不要十五 但母后还是亲自去了安远侯府 与大娘子定下了我的亲事 我虽喜欢那大娘子 但京城里比宋家二郎 优秀的哥儿不少 我问母后 为何非得是她家二郎 母后说 这世上能如我一样 疼你的女人 只有她红莲一个 将你嫁给宋家 你一辈子都不会受委屈 当时我并不相信这话 我是当朝最受宠的公主 别说是安远侯府的大娘子了 就算是佩国公府的大娘子 不也对我客客气气的吗 可等嫁给宋家二郎后 我才知母后所言非虚 大娘子红莲对我着实好 那种好 不光是爱屋及乌 还是打从心底里的好 她怕二郎下江南后 我一个人不习惯 便日日带着我一起玩 在她眼里 我就是个小姑娘 哪怕我生了两个孩子 她也当我闺女似的宠着 她会像摸二郎的头那样摸我的头 也会让我趴在她腿上撒娇 打果 林老了 她得了好吃的点心 也要给我留一份 没几年 她就走了 那一夜 侯府上下哭声震天 可大哥却一滴眼泪都没掉 我悄悄问二郎 大哥不是最爱嫂嫂的吗 如今嫂嫂都不在了 他怎么都不哭一声 二郎摸了摸我的脑袋 又叹了一口气 傻瓜 大哥哪里是不难过 他是难过的心 都碎成两半了 红莲出病的前一夜 大哥也去了 我与二郎为他们夫妻合葬时 我才突然明白 二郎先前内话是什么意思 回家的路上 我将脑袋靠在二郎肩膀上 若将来你我百年 你得走在我前头 二郎皱了皱眉 好好的 怎么就说起这个了 二郎 我是认真的 我严肃道 当初是红莲救了我的性命 又爱屋及乌 护了我一辈子 若真的要分开 那也得我走在后头 我认真的说 届时你在下头等着我 我将府里的事情料理完了 就去找你 说吧 我就在心里向老天爷祈愿 二郎护我 疼我一辈子 临老了 我不舍得让他难过 老天爷 你如了大哥的愿 也了我的愿吧 至此全文完感谢观看 期待一下新作品